中國同各位朋友 在籌辦北京奧運會過程中 階層的深厚友誼 一定會不斷發展 2008年北京奧運 習近平以副主席身份 長袖善舞接待外賓 令歐美人士對這位储君充滿期待 樂觀看待 中國真的要改革開放了 但十八大就任後的習近平 十年走來 集權領導與國家壓制的風格手段 跌破眾人眼鏡 是什麼讓他改變了 權力的考量當然是一個 中國所處的環境 當然也是有關係 當然最主要還是在於 過去改革開放以來 其實黨內的腐敗 其實是非常非常嚴重 另外就是黨內的各種 包括派系各種三頭 也是非常的多 從習的角度來看 其實中國面臨的 一些他自己認為 尤其是共產黨面臨的 前蘇聯遇到的一些問題 習近平從這個省委書記 地級市委書記一路到國家副主席 都非常非常有親和力的 都非常非常重視國際形象跟國內形象 可是人一掌權就不一樣了 因為有了權力更害怕權力分散 成為共產黨最高領導人的習近平 是黨內革命精英的後代習仲勳之子 習仲勳崇尚自由領導 創立中國第一個經濟特區 只是身為太子黨的習近平 卻看到父親是如何被毛澤東整肅 深深影響他的政治性格 發生在自己父親身上的整肅 卻也成了習近平接任總書記後的極權手段 十八大的時候 江澤民雖然那時候他已經下來十年了 但是他的這個背後的掌控率是夠的 那麼官二代太子黨都聽他的 習近平就擔心 所以在十八大慢慢布局 慢慢慢慢把他的人扶上去 過去這十年 大概因為凡夫打攤而弱馬的 至少超過兩百萬人 而中間就有四百位左右的省部級的幹部 所以透過凡夫打攤 另外就是軍事的改革 還有就是成立一些所謂的頂層設計的機構 例如說國安委 深改委等一些 就是把決策權全部抓在自己手裡 對行政區收緊權力 企業國進民退 無論是市場面 社會面 習近平用法 用制度來收權 最後甚至讓自己無限起掌權 外媒形容習近平比毛澤東更紅 把共產主義發揮極致 共同富裕這四個字 背後還隱含的一個東西 社會主義一直在強調的是平均 所以這個又跟習近平的所謂的使命感 就是他想要民族復興 他想要去完成副直輩的社會主義建設 是有關聯性的 因為習近平是第五代領導人 跟他的前世代比較起來 我覺得我們用幾個字來看 第一個 他的殘忍 不亞於毛澤東跟鄧小平的殘忍 第二個 他的強勢也不亞於他的前世代 第三個 他的專恨也不亞於前世代 習近平想走出一條屬於中國自己的道路 當然他還在摸索當中 習近平執政期間吃到了經濟發展的紅利 卻因為美中禁竹嘗到苦頭 當極權統治與經濟發展的衝突加劇 習近平要如何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中間 走出具有中國特色的新路線 世界都在等著看他的下一步 近新聞 岳家里蘇宏杰 採訪報導